所以再來的話 最後把這個Ending一下 因為今天進度原則上就是把這個圖畫 我是希望把十個能夠全部畫出來 不過難度有點高 因為還是要寫個回圈 所以你會發現回圈在程式裡面扮演的角色 就是如果你要處理大量的重複性的相關動作 那你一定要會寫回圈 不然的話你怎麼辦 你要自己再慢慢再去執行重複的動作 那其實就沒有效率了 所以其實程式裡面最厲害的 其實應該算是回圈 如果你會寫回圈的話 很多事情就會大量的自動化 就會自動幫你做完了 而且其實電腦很厲害 電腦不用關機 人要睡覺 電腦不用關 你都設定一下 時間到自己處理完 自己判斷 甚至現在很多金融業 還自己做程式交易 你要買跟賣 你只要有個演算法 高於多少 把它賣掉 低於多少 把它買進 對不對 OK 所以其實說真的 這樣的話 你才有辦法 很快的可以這個獲利嘛 不然的話 你永遠都 反正你的訊息就比人家慢 OK 接下來的話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把它做完之後 還有哪些地方要改 我們剛剛其實就是這兩行 加了有四個參數 OK 這個可能在雲端白板上有 自己稍微找一下 然後底下這邊這一行是什麼呢 它指的就是目前的 ActiveChart 指的就是目前這個圖 它的Source 有沒有 Set 它的Source Data 指的就是它的資料在哪裡 Source 就是後面這一串 其實它就這個玩意後 關於好處呢 不過 我是建議 我自己個人的習慣 我比較喜歡比較簡短 比如說它這個敘述是工作表1的這個工作 工作表1的這個工作 名稱 那一般習慣是說 這個名稱呢 有的時候不會固定 所以我的習慣會 反正就是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部分的敘述我會把它刪掉 因爲沒有必要,反正就同一個工作表 第二個的話,錢的符號也可以把他delete掉 因爲錢的符號指的是絕對坐標 那我已經是絕對坐標 我就不用再特別告訴他說 你要加這個錢 因爲加上去反而妨礙我們在做觀察資料 所以其實delete掉就簡單了 就是這個範圍A1到B的39 好,那這樣改完之後接下來把它複製一下 直接貼到哪裡呢?貼到下方,貼上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刪圖 因爲我們剛剛不是跑了很多圖 如果你懶得一個一個慢慢刪 我是建議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自己把它摳下來當成範本 這個所謂的刪圖就上面只要有所有的圖 你把它執行之後 這些圖就會全部消失了 不過這個我改一下 把這個美元折現圖改成人民幣折現圖 因爲我希望畫第二張圖叫人民幣折現圖 OK,然後這個刪圖直接執行一下 只要幾個圖欄反正通通幫我們刪掉 OK,這個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 也就是有點像是之前是刪除文字 那如果你要刪除圖 你就會用這一段 那我如果希望美元折現圖畫出來之後 底下能夠再幫我把人民幣折現圖畫 因爲我們好像這個data 第二個欄位就是人民幣吧 人民幣我是希望把這個圖畫在下方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一樣的方式來改 那怎麼改 第一個的話其實說真的 這個應該都不用改 主要應該改什麼呢 它的坐標有沒有 現在是m1嘛 我應該把它放哪裡 m11 對不對 然後寬跟高不變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把它改成m11 tops跟tops改一下 那寬跟高要不要改 其實寬跟高不改 反正m1跟m11是同樣寬同樣高 那就用m1好了 OK 那接下來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這個結果對不對 得到了有個圖了 不過你說老師這個圖好像還是美元 為什麼 因為你的data有沒有 還是A1到B39 那怎麼改 應該是什麼A1到C39 不過你會發現A1到C39會怎麼樣 會把B給涵蓋進來 所以如果你假設執行這樣的話 會得到什麼結果 看一下 他變成美元跟人民幣幫你畫在同一張 為什麼 因為你的美元也都加進來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跨過這個美元的話 不要包含美元的部分的話 記得這個範圍有一個特殊的寫法 就是你先給第一個範圍指的就是日期 接下來的話請你在這一個範圍的後面加一個第二個範圍 記得加一個度點就可以了 第二個範圍就是哪一個呢 C1到C39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改成C就可以了 C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兩個範圍的意思 那你說老師上面的寫法跟下面寫法好像不太一樣 那可不可以把上面的改成跟下面 當然可以啊 所以美元則介入理論上應該是可以寫成A1到A39 斗點B1到B39 OK 所以以此類推 以後的話就是人民幣則限度看看好了 OK 所以這樣的話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人民幣則限 有了耶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呢 當然同樣的方法 再叫歐元 歐元則限圖怎麼辦 歐元則限 同意可證 這樣 歐元 然後這邊可能要把它改成歐元 然後改的話應該就是M的21 OK 然後再來這邊M21 1、11、21、31 然後範圍的話應該就是把它改成D 這邊把它改成D OK 好 第三個OK了耶 對齁 然後再把它Run一下 有沒有 這樣子 看一下 歐元的 跟歐元兌換美元的一個折現圖 有沒有 那當然總共有10個啦 你說老師那後面怎麼辦 後面的話呢 我是就不建議你繼續做了 因為齁 其實 接下來的動作啦 除非說你會寫回圈 不然的話 你可能就變成要塗法 其實有點像是 人工作業了 因為你要一個一個慢慢改 大家規則都知道 可是呢 如果你假設 你會寫回圈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 把剛剛這些動作 把它包在一個FOR迴圈裡面就好了 可是這個FOR迴圈它的變化 你可以觀察得出來 大概有幾個地方會變化 第一個 就是它這個本來是1 下一個變11 下一個變21 那底下應該知道嘛 就是31 41 51 一次類推 總共10個欄位 OK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哪第二個變化 哪個變化 這邊其實是可以把它改成B 再來C 再來D 好像最後到K 所以變成說這邊有兩個變數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可以寫個回圈 然後能夠滿足這兩個變數的條件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把全部折線圖 給繪製成功了 當然你們這個可能再想想看好了 因為今天進度理論上這三個完成就OK了 也先不要太大 最後如果要做出來全部折線圖 大概這邊就有答案了 這個全部折線圖 OK 很錯視一下看一下 不過這有點難啦 我是覺得這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反正就可以滿足這個效果的寫法很多啦 OK 我自己想一個方法寫出來的 OK 所以這邊當然你可以把圖先刪光光 刪圖 OK 然後全部折線圖一下 有沒有 哇 哇 全部畫出來了 這感覺還滿好的 OK 而且以後的話你都說 老師那可是畫縱向好像太… 不然看全部 可不可以幫我一次畫兩個三個放在一起好了 有點像一個dashboard 這個儀表板 我這樣會更好觀察各國匯率的變化 那真的很棒 甚至你可以把一個公司的所有相關的重要數據 都把它畫成一個圖來觀察 有沒有 所以以後老闆很幸福 你幫我把公司所有的數據都幫我畫一個 那我早上我要開會之前 你都讓我看 所以其實像有些老闆 他們的辦公室就很大的螢幕 其實上面都顯示一些這方面的訊息 他只要看他就知道 最近哪一個產品賣的最好 哪一個部門的業績 哪一個人的業績等等的相關訊息 上面其實都會顯示出來 他開會的時候檢討就好了嘛 反正業績變好的就加強 業績變差的就拿出來檢討 那不是 至少我覺得這滿有希望的公司吧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懂得去做一些 這個一個 請各位試著把這邊先完成 所以剛剛的這個變化題部分 主要就是在這邊 山圖這個是直接可以call 那人民幣的部分就是改成這樣子 OK 這邊改一個M11吧 其他都一樣 那歐元的部分自己試做看 那全部折現圖部分 這個我們下一次再看好了 請各位試著把今天的部分先完成 最後的話 完成之後呢 你就把這個練習題把它存檔 繳交就 大概今天進度差不多了 大概時間好像就 我可以開始嗎